Aloha 我是孟華 今天想說解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因為我要準備考試 無法花太多時間找資料 不過呢 我不會照原來的問題版上來講 回答可能不會很完整 而這次影片是寫稿的 可能會有點不自然 還需要練習 我在後面的問題會解釋為什麼會這樣操作 這邊要先請各位喜歡自然史的朋友們 申請Google帳號 才能按訂閱 注意喔 訂閱是免錢的 還不快訂起來 小鈴鐺選一定會通知 如果對自然史沒興趣的話那就隨便吧 總共有七個問題 首先我先講比較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什麼是林奈學會 他目前是最老的自然史學習組織 林奈學會有分成倫敦和瑞典的 兩者沒有關係 我在其他影片講的是倫敦居多 我自己是覺得他成立的過程有點好笑 就是林奈死後留下的收藏 史密斯在班克斯特松友俠 跟爸爸借錢買下了林奈的收藏 當時他才29歲 再來他就成立了林奈學會 用這些收藏成立林奈學會 可以發現前期 其實在自然史的學術圈裡是蠻重要的 倫敦林奈學會有一些蠻有名的科學家 這裡就講幾個來聽聽 布朗運動的布朗 天花疫苗發明者詹納 演化論的達爾文和華萊斯 達爾文的朋友賀蓄里 野生動物片的主持人和龐白 大衛愛登博羅爵士 還有女王伊莉莎百二十 名人天皇 還有最近故事的菲利普清姆 說到這個啊 我其實不是很想提皇室 畢竟他們離平民太遠 也不該是影響你的興趣的因素 特別介紹林奈學會 其實是想跟大家說 他有提供自然史相關的線上講座 還有研討會 有興趣的可以到下方資訊欄的 Inventobrite 註冊參加活動 或是訂閱他們的YouTube 如果是直播 你都可以在聊天室問問題 不過要注意時差的問題喔 夏季時間是差台灣六個小時 而要記得五月二十四就是週年聚會 前一天剛好是林奈的生日 我之前都沒有參加過 不過去年和今年因為疫情改成線上的了 他會在這個時候頒獎 林奈學會幾個知名的獎章 像林奈獎章 大衛愛登博羅獎章 還有聯名的大文華萊斯獎章 不過我沒有全部參加 所以可能還要花時間看完影片 再來就是比較跟影片呈現有關的問題 而且共通點是很花時間和錢 各位大家可能很像是在找理由 但是都有一個製片邏輯在裡面 如果沒有解決 那就是暫時會長那樣 好 開始囉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 特效字卡可以多一點嗎 這個問題卡在時間不夠多 因為目前是一個禮拜 發一次片 如果要多點字卡 就需要做模板出來 減少製作時間 另外就是我用的是 打Vinci Resolve 所以免費的各種影片素材會比較難找 第三個問題 字幕呢 我需要字幕 字幕的問題嗎 我覺得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什麼是聽打 曾經我在翻譯系的前導師 有給大家聽打的工作 我領了一個小時回去看是什麼內容 一個小時似乎可以領到800到900元 對我來說 一小時的內容可能要花十小時去打 所以我很快就推了 後來問同學 果不其然真的是那樣 除了幾個打字案聽力不錯的人 可以打快一點 我是覺得我不行啦 所以市面上有一些 組織稿軟體精準的要收錢 那免費的我也是 裡面根本抓不太到我在講的任命 尤其我講的通通都是印譯過來的東西 那內容根本不可能用 解決方法就是能先打好主字稿 你照著念 同時已經設定好一些 同時啊 就是已經設定好哪些字要特效和字幕 字卡 對我來說這是最快的製作方法 額外講一下啦 不要說我不知道 有一款免費的剪輯軟體 可以幫你抓字幕 就是抖音的剪印 它抓的字幕蠻精準的 可是你要先自己抓對字 你抓到關鍵字了我媽 它是抖音的軟體 所以洩漏你的個人隱私給中國政府 無可能 這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是陰謀論 但我自己覺得最好不要用 雖然它提供的字幕花樣比較多 第四個問題 為什麼這部片突然有字幕了 前面我已經說了我寫稿 第五個問題 為什麼畫面只有一個視角 而且不會穿上其他影片 而且圖片又很少 也沒有音樂 畫面是因為我只有一台手機架 雖然我來捷克有多帶一台手機架 有多帶一台手機 但是沒有手機架的狀況下 我只能先用一台去拍 影片、圖片、音樂 這些都要先確認版權才能使用 目前有一些網站有提供訂閱制的素材 我目前不想花錢 也沒什麼時間在那邊逛素材 網路有很多梗圖 我現在也都看不懂的 我現在看不懂的也很多啊 可能之後要自己設計梗圖吧 第六個問題 講話為什麼會不順或是聲音起伏不大 因為我是雅思 在學校或者是在家庭 根本沒有人願意聽我講話 所以長年來我都是悶在心裡想 網路上則是用打字的 所以可以表達沒有什麼進步的空間 現在拍片其實就是要強迫讓這方面的能力進步 不然以後會更吃虧耶 如果不懂得推銷自己 只會讓機會不斷跑走 聲音起伏不大的部分啊 可能是沒受訓練 也有可能是本人就是內向的人 不太可能一直有能量大聲講話 我是非典型女性啦 喜歡的東西比較偏理工男 最近就蠻常在看喬老師的頻道啊 就是想看光彈模型 如果真的想看聲音嘹亮的無腦正妹 麻煩你請上一頁 不要再來舉例誰誰誰很正又有腦了 講了只是讓人傷心 因為講白了啦 這就千韻的問題啊 那如果不知道什麼是內向的人 請看一下Google或是YouTube 都有人在介紹了 雅思也是 第七個問題 衣裝外表背景看起來不太好 講背景的其實是我老師 但是呢 這個部分我真的覺得 取決於你家是不是豪宅 所以這是錢的問題 衣裝外表也是錢的問題啊 可能有人注意到我的牙齒 我沒辦法假我症的原因 是因為我需要帶搖合板 防止捏耳關節疼痛 短時間內呢 大概還是沒辦法做矯正 我高二的時候還因為爆牙被霸凌 那現在我是看到嘴唇凹陷有點恐怖會想做 但是那個矯正費用我自己也負擔不起 保養品呢 也是很花錢 我現在化學非常差啦 其實也搞不清楚 裡面的成分是騙錢還是有害 服裝的部分 我是比較想穿19世紀的西裝背心和外套 因為有蝴蝶結比較好看 那這種東西要定制才合身 老實說很多人的生美觀很崩壞 也看不出別人身上的行頭 甚至有人覺得我現在戴的眼鏡有問題 這個我就不說是哪裡製造的 因為我的眼鏡不算超貴 這支眼鏡從我 從原型大眼鏡還沒流行前就戴了 那個時候還流行黑框咧 所以知道它有多老了吧 我現在穿的衣服啊 也是眼鏡那一股出的啦 這個部分我是真的會感謝我嗎 雖然我比較在意 它在知識方面沒辦法幫我什麼忙 好今天這支影片呢 可能明眼人看得出來 有點像是某些網紅在酸人 但是有些真的是錢的問題 有的時候那些問題真的是 讓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想要罵回去 但是罵了又會被酸被排擠 很多事情有想過了 我現在只能算是練兵時期 我也知道很多東西是無法在10到15分鐘內呈現的 如果要製作高品質長片 我會選擇在收入足夠 時間也足夠後才開始做 可以預期很多題目會有重製版 這個在遊戲界還蠻常見的啦 在資金不足時先出低階的遊戲 後面賺錢才出高品質遊戲 很多產業都是這樣操作的啦 只是目前YouTube好像很少人會做什麼升級版 油畫的內容之類的 現在的製作流程相當簡化的另一個原因啊 是因為如果要長期更新 不可能像有些人的要求一樣 做那麼多事情 所以如果之後出了升級版 是需要收費的 營運模式還在找 目前都是免費的 只能先請各位默默支持 如果之後的內容有用 請繼續幫忙分享 或是留言你的看法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